那今年獲利還會再更上一層樓 那股價居然回檔40% 內外資最近開始買了 有一個關卡價 突破就加碼 嗨 歡迎回來鼎泰風 台股 我是佳涵 我是屈頂泰 祝大家新年快樂 大家一定很好奇修飾期間 鼎泰風要播什麼吧 今天來點不一樣的九宮格 我們要來挖掘老師的秘密 你這樣我很害怕好不好 別怕啦 除了老師的秘密 我們還是會給大家提供 年後選股方向 跟老師對後世的看法的 好 今天看來九宮格就很精彩了 那投資朋友 觀眾朋友 你千萬不要錯過 尤其在過年期間 反覆的看樂趣恒生 是 在進入九宮格解析之前 我們會玩個小遊戲 我跟老師會用九宮格進行連線PK 九宮格內還有節目組整理的 幾個問題跟最近有機會的個股 透過猜歌小遊戲來搶答 總共五局 如果沒輸沒贏的遊戲提前結束 如果主持人連線成功 則下週超新星就會直接公布喔 好觀眾朋友一樣啊老樣子 一定要跟我們一起來猜歌 要按讚要分享 不要忘了訂閱這很重要 過年嘛大家一起來玩玩嘛對不對 快樂一下喔 那記得一定要跟我們按讚跟分享 好那我們第一句話不多說 音樂請下 那這個 不行 不行 我完全不知道 甜蜜蜜 四個字 他剛剛已經唱完了 甜蜜蜜啊 是什麼東西 再播一次 你的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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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動了我的心 好老師 作弊做得這麼明顯 老師是你的速度太慢了 今天我們的九宮格 大家有發現到不太一樣嗎 前半身 什麼意思 我是上半身還是下半身 沒有 我是老師你的前半身 分析師之前 老師你做過什麼職業啊 好我們那個年代 什麼年代 那個年代 三零年代 不是我們算是 五零年代 六零年代 六零年代的人 那時候大家都是貧窮的 那家長要讓小朋友讀大學 並不是件那麼容易的事 除了聯考很難考之外 聯考很難考 然後呢 還希望你們能夠考上公立學校 因為公立學校學費比較便宜 高中畢業的時候 我剛才看到家裡 爸爸的事業失敗了 那所以我就開始打工了 我考上大學也沒有辦法去讀 後來我自己從事餐飲業 所以你在網路上都知道 我去領帶是做餐飲的 做廚師的 對對啊 我是大廚喔 投資朋友你要留言問我做菜 我都還可以跟人回答 好那我們第二首歌 音樂請下 一場遊戲一場夢 不要談什麼分離 我不會因為這樣而 老師好快 我聽過耶 好 老師你要選哪一題 老師你要選愛情嗎 我選台積電 我有一句話送給大家 投資朋友你以前聽過說 一顆蘋果就全世界 對 那經過去年啊 是2008年來最大的股市崩盤格局 現在我要跟大家講 一檔台積電要救全世界 那為什麼呢 因為你從台積電法 所有的內容 你看你看出端倫 第一個 去年大家害怕了 獲利會衰退 不會 他不會衰退 但是說那個電子啊 庫存會去化很困難 對 他跟你講他三半年去會去化完畢 甚至可能更快 那大家認為說擴廠的運動啊 資本支出 會傷害他的 輕死他的盈利 沒有人家 連德國都要去擴廠了 是 所以呢 開紅盤我們有機會跟進的話 台積電法新說 我認為是震驚全球 那今年我剛才講的 那一些都不是問題了 尤其有幾個東西 譬如說 比特幣突然間大漲 對 那跟晶片也是正面的 所以呢 他去年第四季的獲利成長百分之七十八 不要忘了 然後三星啊 衰退 獲利是衰退七成啊 兩者之間就看出台積電的厲害的地方 而台積電更奠定了全世界半導體第一的一歌的位置 是 好那我們第三首歌音樂請下 老師你是不是沒有聽清楚 剛剛那一天穿著 我沒有聽過這首歌 好吧 好吧 那可能是我們那個年代的 好像也不是 老師我選一下未來好了 未來 就不免俗 想要問一下老師 今年金庫年的行情展望怎麼看 大家都在想說會不會熊轉牛 看看一下 又有事業 又學業又有愛情 我還真是很害怕問愛情對不對 我才不怕問愛情 我跟我老婆非常相愛 所以這一點問題都沒有 老師我們問的是未來 今年的行情展望 好 不要偷賞我 行情就是我們非常看多 當然大家應該知道說 錢還也很清楚說 我今年本來認為第一季會很差 對不對 我認為三月份應該會見今年的最低點 現在行情批變 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解封 你看 同志們你不要只看美國股市 你看那個英國股市快要寫下歷史新高 你看歐洲股市全面大漲 所以已經不是問題了 所以我們要把它顛倒過來 就是說我們非常看好今年的多頭 那如果時間波轉折 我們就跟大家講一個重點 這一路行情會一路從 從這個月份拉到這個三月份 三月份本來是空方的轉折 現在變成多方的轉折 稍微拉回 然後再到五月份再一波 所謂五到九月我們的時間波轉折 我們認為這一關過的話 今年行情會給大家一個不錯的交代 但是同志朋友 你的選股才是最重要 第一件是我們今天開場牌講過台積電 台積電要救全世界 台積電的供應鏈一定會有很好的表現 再從這個地方延伸出來的話 元宇宙應該就是最後最具爆發力的個股 好那我們第四首歌音樂請下 上禮別 離別雖然在眼前 說再見 這張學友的歌啊 兩個字兩個字 不是文別啊 情書 上禮別 等一下 離人 你怎麼有自信說這種話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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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請選 選環球精采對 環球精 今天有個消息面跟大家講說 台積電準備在德國設廠 是專門為汽車晶片的 那這一塊不用先進製程 就是成熟製程就可以了 那成熟製程最大的獲利者 一定是他的供應鏈當中的矽晶元 那我認為環球精這個最大收益 而且環球精你看最近的股價 也快要創十月以來波段的新高 那因為他們環球精這種矽晶元 跟客戶圈圈的長約 所以你股市在怎麼震盪 對他的長約沒影響 他最主要是因為他在美國有設廠 第三代半導體也是下半年 在半導體裡面將疫軍突起的 所以他已經設完廠了 所以他今年在矽晶元這一塊會倍增 很簡單的道理 你看那個3105的文貌為什麼長上來 不是PA公率放大器 就是第三代半導體的原因 那我們看到最近的環球精是 三大百元是同步買超 我認為股價創破亂高的話 還可以再買喔 記得我講的 好 那我們決勝局囉 第五首歌音樂請下 古老的東方有一條龍 什麼龍 什麼龍 東方的古老的一條龍 這首歌我也知道耶 龍的傳人 古老的東方有一條龍 老師臉線了 哇老師你今天很厲害耶 當然啦 過年了 對不對 老實現在 運勢很旺喔 原太 好 原太 應該很多投資很常吃 對對對 其實我們跟大家講過 原太有一段時間了 那如果你是英國 聽我們去買的話 你大概也不會有什麼輸贏 因為停在那邊沒有動 不過原太今年過這個年 它有一個新的契機了 第一個 之前下來的原因是被外資降頻 大家一定要記得 全世界股市看得最空的就是它大摩 所以大摩的話你不要去相信 因為今年以來抗公的股票都大漲了 那現在開始有外資打它的臉了 美銀調高這個原太的平等了 而且是看二字頭 現在一百七十幾 所以沒有看空的理由了 已經不成立 因為說它業績會衰退 沒有人家第四季也是成長啊 大家說明年看外 他跟你講說明年就算景氣在外 老闆自己也說 在外我們還是成長 第三就是大家認為說不要再擴廠 人家今年繼續擴廠 這個西野展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它跟VNW合作那個車會變色 有點像川劇的變年一樣 變個顏色變個顏色有沒有 所以呢 我覺得 今年如果你看多股市的話 不要只看家權 也不要忘了貴買 貴買第一權重股就是原太 去年一整年突破300億 去年營收獲益都創立的新高 今年將更上一層樓 導致別人問你一件事 你不買最好的股票 不知道你要買什麼股票 是 那由於老師是連線成功拉回 就不能把超新星公佈囉 但是老師還是會給他提示的 到底下週超新星是誰呢 好 這個一張股票是台積電供應鏈 台積電供應鏈 你當然選擇基本面最好 而且股價已經拉回很久了 第一個 它是屬於今年缺割 賺10點 那個都是市場上很少人在做的 所以那去年營收獲益都創立的新高 這個從基本面來看就是你最大的保證 對不對 那今年獲利還會再更上一層樓 那股價居然回檔40% 這有點扯吧 是不是 內外資最近開始買了 有一個關卡價叫120 如果突破的話 你現在可以佈局 突破就加碼 你覺得怎麼樣 要記得 突破120 它會出現飆漲的潛力 提供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是謝謝老師精采的分析 最後也祝大家新年快樂 想要知道這檔超新星是誰嗎 就要趕快加入老師的LINE跟Tiger們喔 那頂泰風台股 我們年後再見啦 掰掰 掰掰 你想賺錢嗎 訂閱理財週刊頻道 18位專家提供最快最多樣的看法 從每天早上10點半到晚上10點 每30分鐘就有一檔最新影音上架 你還在等什麼 下個不好就是你